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猜到是什么车了吗 等我等一下把冲浪板 返给老板之后再告诉你 猜到是什么车了吗 没错 就是Mazda的全新改款CX-5 CX-5是去年夹带着混动的设计概念 还有Skytip科技上市之后震撼车坦 今年推出了改款 搭配了全新的引擎 究竟什么是混动设计概念 什么是Skytip科技 让我慢慢告诉你 这台车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的元素 像这个鹰眼的大灯 就可以跃之一二 那它配置呢 HID的远镜头灯 很可惜的这一次改款呢 它的日行灯还是用上卤素灯泡 再来看到它的水箱护罩 它的水箱护罩呢 是它全新Mazda家族的设计与会 它的未来Mazda 6 也是这样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 那上方呢 也有一个黑色的钢型烤漆 来提升这个车头的质感 下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防刮护板 侧面的线条 其实也融入了混动的设计概念 它就像一只印度花豹 趴在那边 准备要猎杀猎物的时候的线条 你看下面往上勾勒 叶子板上的轮拱 就像一只花豹 趴在那边的机理线条一样 那轮胎的尺寸呢 225 55 R19 车尾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混动的设计概念 像这个后车灯 它就是一个一眼的设计概念 不过这一次改款比较可惜 它依然没有用上LED的后车灯 那车顶上方用了一个鲨鱼鞋的天线 后方呢用了一个尾翼 下面排气管双排双出 下方一样用了黑色的防刮护板 当然后车厢行李空间也是非常大 位倾倒前有503公升 倾倒后呢有1620公升 CX-Fly的内装呢 非常的棒喔 它用了很多软折塑胶 整个质感都有提升上来 而且很多细部收边的部分 它都收得非常的棒喔 也不会有歌手的现象 那么内装部分呢 也维持跟未改款前喔 差不多的配置 一样一个三幅方向盘 右边呢是定速 左边呢你可以操控一些音响 比如说音量的大小 静音 然后前面有一个资讯幕 上面有之外的温度 平均油耗 还有现在油耗 还有跑了几公里一些资讯 那么这个整个内装呢 也非常的亲切喔 因为中间配置了一个 彩色的繁体中文萤幕 而且是触控的 这个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最让人开心的是 它一样配有这个导航 所以你不用另外再安装导航 这个在整合性上面啊 这个整个是赢了一大步 而且非常的亲切 这边也用了很多钢琴饰板 来提升整个车式的质感 那么上方有配置一个天窗 不过不是全景天窗 它是可以开启可以关闭的 那整个车式的空间 坐起来都是非常的充裕 前方的包覆性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后方座椅 因为下方发泡免不足 而且椅背不能调整 其实坐起来屁股是比较硬 那椅背是比较僵直的 我想这一次CX-5改款很大的重点 放在这一颗2.0升的涡轮柴油引擎身上 它最大马力175P 最大扭力42.8公斤米 那它当然也用了很多轻量化的材质 在这个引擎身上 那不但可以降低它的重量 省油之外呢 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车身的balance 让它的操控更好 那当然它也用了Skytip的科技喔 我想这一次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 它把一般柴油引擎16到19比1的高压缩比 降低成14比1 这样压缩比降低的情况之下 它内部的压力就降低 那它的这个废热的排放呢 还有它引擎运作的震动 都抑制到很低很低 所以你会感觉这一具引擎运作起来 其实是非常细腻的 主被动安全配备 6具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循积系统 车道偏移系统 下车力道辅助系统 还有车侧后方盲点侦测器 其实它的安全配备非常齐全喔 那齐全的状况下 我就有信心把速度加快 速度一加快 你就会发现这一具变速箱 彼此慢慢开的时候 它其实很温和 但是它很聪明 当你把油门踩深一点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你 你将一档 两档 把转速提高换取 才有引擎的高扭力 把你弹射出去 其实是整个过程喔 是非常非常的享受 那再来谈谈它Skytiff科技的 底盘跟悬吊 其实它的底盘非常扎实之外 我觉得它的避震器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一般在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舒适 但是一当到弯道的时候 它侧倾的支撑性 跟这个侧倾的抑制 也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平衡点 这一次改款很可惜喔 它依旧没有换上 现在流行的LED日行灯 如果有换上的话 我相信这一台车 看起来会比现在还要有精神喔 那再来就是噪音 它的柴油引擎虽然压缩比降低 但是在车内一样可以听到 柴油引擎运作的这个特有的声音 啦啦啦啦啦啦啦 再来就是风切声 当我高速行进的时候 其实从我的左侧 一直到屋顶到右侧 都听得到风切声 那我觉得最可惜的 就是它虽然有手自排模式 但是它没有配置一个S档 可以延迟换档 如果有S档的话 我相信可以满足更多 普遍大众的一些民众的要求 今天这位日本来的东洋武士 不管是完整的组备道安全配备 或者是优异的汽车科技 还有亲切的内装 都让我觉得非常满意 那么未来呢 原厂也会推出二轮驱动 跟四轮驱动的汽油版本 价格就落在国产的SUV高一点 或者是国外的SUV 低一点 这个价格的空间带 势必会掀起一波 心风邪雨 再次呼吁国人购车观念 安全配备是最重要的 不要再忽略安全配备 也要呼吁国内的厂商 不要再偷掉任何的安全配备 我是逸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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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拜拜 拜拜